好第八個我們來談論一下雙曲線共焦點的問題 好我們先來看這個圖 共焦點的話其實就是我們把什麼呢 原本這個黃色這個 這個洞點 P點 這樣拉起來以後我們依照前面定義就是這個長邊剪到短邊是個定值2A 好那我們如果把這個量放長了以後 假設一個紅色的雙曲線 他依然還是保持什麼呢 這個長邊好長的攪拌鏡剪短的攪拌鏡 然後還是什麼呢 還是插子是2A 好這個就是屬於我們共焦點 由共焦點去尋找另外一個曲線的問題 好那我們就可以做這樣假設 如果這個是左右形這個 這個黃色原本黃色這個雙曲線 那我們要把它變成 紅色的雙曲線直接把它做一個加T的動作就可以了 直接做一個加T的動作 好那我們加一個T 到底是為什麼 等一下來做證明 但是我們現在看一下它這個是不是依然還是雙曲線 首先我們看一下這一塊 好那這個雙曲線的話 這個負的B平方 這個負值 一定要大於什麼呢 這個它的量一定是要比這個T還要大 因為要造成因為是負號 好造成負號的話這邊才會繼續保持雙曲線的狀態 不然它就變成橢圓 早知第一點 必須要做帶回檢驗動作 好再來第二個的話 它的差量還是一樣是2A 但是這個A是變成這個新的這個值 那所以我們要把這個開根號回去 所以它的差量變成差兩倍的根號這個長度 所以這個是它的供交點的問題 好 那我們可以看 我們可以把剛剛的負的B平再加T 再提個負號出來 好這邊負的括號 B平減T B平減T 所以 它還是會保持一個雙曲線的狀態 那我剛剛有講 這邊 B平減T 好必須要去檢查一下 它必須保持是大於0的狀況 好它這邊保持大於0再加一個負號才可以確保 這裡是一個雙曲線的形態 好那共交點還是一樣喔 第一個 中心點不會做那個改變 這兩個 相加除以2 中心點當然還是不變 那共交點的話 那F1 F2的距離 這個2C 2C也是一樣不變的 所以單一的這個C也不會改變 好因此我們就利用這個方法來做說明 這個大A 大A是變成什麼呢 A平加T 好大A已經變成A平加T了 然後這個 大B 大B的話是B平減T 那我們又知道這邊有一個三角形 這邊有一個直角三角形的一個 一個關係式 也就是 A平加B平的 會等於什麼呢 會等於C平 好那這個大A其實是已經平方過後了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小A平 然後這是小B平 好這兩個平方相加了以後 兩個平方相加以後 會等於C平 因為T是不是銷取不見了 好那 就滿足我們的什麼呢 焦距不變 好所以同學們 這個千萬不要去死倍公式 很多同學把這個當作公式在做死倍 其實 不需要 你只要把原來的這個 這個 這個標準是 你把假想把這個線 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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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長的話 依然保持一個差距量 是2A的情況 那 這邊要小心處理 你提個負號出來以後 這邊才會變成一個 B平減T 所以 因此這邊 不要去死倍公式 去 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共交點 它原本的圖形和定義 好那我們做一個 簡單的結論 如果是 灌軸是平行S軸 左右行的狀況的話 我們就直接 A正去灌軸 也就是 X的下方是正數 那我們就等於把線去稍微放長一下 我們就直接加一個T加一個T上去 好那同樣的方法 如果它是Y 它的灌軸平行Y軸上下行的話 那我們A正去灌軸 所以這個A正的部分 跑到Y的下方 然後這個X保持是負號 那一樣我們這個括號打好以後 通通放長線 變成加T加T 那如果縮短的話 T算出來是一個負值 我們來看立體22 共交點的問題 好它說這個雙曲線 好與這個雙曲線共交點 而且要通過這個點桌標 更號2更號2 好那所以我們就把 它的什麼呢 共交點新的雙曲線給假設出來 那我們就直接加T加T 然後呢 又通過這更號2更號的點桌標 那很單純啦 把這帶到S 帶到Y 那我們就去把T給解出來 那T等於4的時候 這解帶進去以後 T會兩個解 當T等於4的時候帶進去以後 就發現 這個不合 因為這做出來 我們題目是要雙曲線 這個做出來竟然是橢圓 好所以第一個不合 好第二個 T等於-1帶進去以後 它就會變成一個什麼呢 另外一個 雙曲線 然後A正曲灌軸 它是什麼呢 也是一樣左右形的雙曲線 OK所以這題答案 我們只要取底下這個標準式 好再來我們來看98年學測共交點問題 他說有一個橢圓和一個雙曲線 它共交點 那共交點的話 首先雙曲線的灌軸長 他給這個條件 這個雙曲線灌軸長和橢圓的短軸 既然相等好所以我把這兩個重點 畫顏色 相等它其實就告訴我們一個訊息 好接下來他會跟我們講說動點到 兩個焦點 定點好這個長度 也就是那個交半徑乘交半徑等於什麼呢 64 叫我們去求兩個焦點的距離 兩個焦點的長度 限段長 好那我們把這個題目做分析 第一個橢圓 橢圓假設我們把這 假設是1號圖形 所以橢圓的這個平方關係是 B屏加C屏等於A屏 橢圓是1號 那接下來共交點的話 所以F1 F2我們都是一樣的 那橢圓裡面我們就知道 兩個焦半徑的核會等於2A 好所以 首先第四第二四這個沒問題可以把它寫出來 然後再來雙曲線 那雙曲線的話 它是 二號 好我們把它變成二號 也就是二號的A屏 再加上二號的B屏 會等於C屏 那這個C不用特別再去分一號二號 因為它是說什麼呢 共交點 那共交點我們C是一樣的 好再來 第四條式子 依照定義我們就可以知道 焦半徑的差 長邊簡短邊會等於什麼呢 2A 但是這A是屬於 雙曲線的A 所以我們標A2 A2 好由一三四這兩條式子 我們可以解出來是什麼呢 A屏 等於 A2會等於B1 好 好那這個A2 B1 原因是因為題目一開始給的 A2的話就是指了什麼呢 雙曲線的灌軸長 好所以 這個灌軸長是綠色的這個部分 那灌軸長是2A 那我們就簡略好變成 這個應該是2A 2A屏 好2A2 好那 這個是 橢圓的短軸 橢圓短軸的話是2B1 那2和2約掉以後 所以我們就知道A2等於B1 那我們把它帶到第四去 把它帶到第四去以後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關係 那當你帶到第四 也是可以啦 我們帶第四其實就可以了 好在第四我們解除這個關係以後 好就C平會等於A1的平方 減掉A2的平方 好這是第1個關係式 好再來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第2四和第44我們可以知道 因為這一個加一個減 我們就把第2四加第44 就可以減出來 PF1的關係式 那第2四減第44 2減4的話我們就可以減出來 PF2的關係式 好由這邊的求解方式 我們把它帶回去 這兩個式子相乘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A1 A2 的核 然後再乘上A1 A2的X 相乘以後變成A1平-A2平 好那我們第1條式子 剛剛黃色這邊已經解出來 這個又等於什麼呢 又等於C平方 C平方題目跟我們講的等於64 所以我們就知道C等於8 那兩個焦點距離等於2C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是 8乘2 好最後解出來16 0 0 0